这题是说有个地方 它的群体一开始是池塘 后来淤积了 长出草地变主离 结果发生火灾 然后呢 这个火灾之后的这个土壤 又长出草 然后最后变生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 A 这是个掩涕吗 对 各位什么是掩涕 掩涕就是肖长 肖长就是掩涕 掩涕就是肖长 肖长就是掩涕 所以这是个肖长吗 是啊 所以这题A是对的 先打勾勾 好 B选项 这个变化过程是渐进缓慢的连续性改变 是的 我们的生态系 在时间上面的肖长是连续的 在空间上的分布也是连续的 所以这是A跟B都是对的 好 实际选项 那在这个肖长过程当中 有经过几种的巅峰群集 只有一种 就是森林 为什么一种呢 大家前面变成竹林的时候 它有没有可能继续往下变成别的森林 有可能哦 就就烧起来了 所以竹林可能还不是巅峰群集 它就火灾了 所以到最后是森林 所以它的巅峰群集只有一种 而不是每个都巅峰群集 每一个 前面这几个都是所谓的先驱群集 或是过渡群集 那只有到最后一个阶段 才叫做巅峰群集 或叫吉项 吉项就是最后的状态 所以这里实际是错滴 然后单选题13集到这里 所以说明这个时候 叫做巅峰群集